北京时间4月13日凌晨,女排欧联杯决赛次回合打响,朱婷和姚迪效力的斯坎迪奇,主场3比0横扫罗马尼亚球队阿尔巴布拉日,从而以两回合双杀对手的战绩,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。 这不但是朱婷和姚迪首次获得欧联杯的冠军,同时这也是斯坎迪奇队史在这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。 不过MVP的人选,在赛后却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,头号热门朱婷遗憾落选,球队的主力接应安特罗波瓦荣英这项荣誉。 斯坎迪奇虽然是一甲女排的一只竞旅,但是这支球队在欧战赛事中的战绩并不理想。 之前斯坎迪奇的最佳战绩是欧条杯的冠军,还从来没有战上过欧联杯的最高领奖台,欧冠更是遥不可及。 本赛季斯坎迪奇引进了多名新员,尤其是朱婷的加盟,令球队的整体实力大幅提升。 尽管在意大利杯赛事中首轮即被淘汰,但是联赛和欧联杯赛场,斯坎迪奇的表现都足够出色。 其中一甲女排联赛,斯坎迪奇以常规赛第二的战绩,成功闯进了淘汰赛。 而欧联杯赛场,斯坎迪奇也一路过关斩将,与来自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布拉日在决赛相遇。 双方首回合的较量,斯坎迪奇在课场以3比1的比分获胜,朱婷四局拿到30分,定主接了大量一传。 赛后荣英单场MVP,是球队取胜的头号功臣,欧联杯决赛采取的是主课场加金局制的赛制。 所以次回合,斯坎迪奇在逐场只要赢下两局,就能确保夺冠,与一甲女排联赛不同。 欧联杯没有外援人数的限制,所以朱婷和姚迪再次双双手发。 与首回合场上局势稍显胶着不同的是,次回合斯坎迪奇没有遇到任何困难,直落三局轻松战胜对手,获得了欧联杯的冠军。 三局比分分别是25比18,25比12和25比11。 斯坎迪奇首次获得欧联杯的冠军,创造了队史最佳战绩。 而且这也是朱婷首次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。 赛后的数据统计显示,本场比赛朱婷19扣11中,二篮拿到13分,并接了13个一传。 纵观整个欧联杯赛事,朱婷的表现都十分稳定,他不但在进攻端是球队的绝对核心。 而且在一传和防守环节也做出了突出贡献。 表现非常全面,凭借着在攻守两端的优异发挥,朱婷成为了欧联杯MVP的头号热门。 然而在MVP的颁奖环节中,朱婷却遗憾落选,斯坎迪奇的主力接应安特罗波瓦获得了这项荣誉。 实事求是的奖在欧联杯赛事中,朱婷的表现要更为优秀。 在其出战的十场比赛中,交出了313扣162中的成绩单,并且有14次篮网和8次发球得分。 扣球成功率51.8%,进攻效率46.3%,不但总得分排名第一,而且成功率和效率也均排在首位。 因此对于MVP的归属,不少球迷均表达了不满。 当然本该属于朱婷的MVP却意外旁落,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。 2017-2018赛季的女排欧冠,当时效力于瓦基福银行的朱婷,率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。 但是在赛后的MVP颁奖环节中,这项荣誉却给了即将退役的功勋老将高兹德。 朱婷的表现虽然更为优秀,但是却无缘这个奖项,如今在欧联杯赛场,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发生,确实令人比较遗憾。 不过朱婷已经不需要任何一项荣誉来证明自己。 此前在瓦基福银行效力的三个赛季,他率队获得过包括欧冠、试剧杯、土耳其杯、联赛在内的八座冠军奖杯。 他个人则六字容音MVP。